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画面上就是小爱爸爸谢果良市长 带着喜爱逛街的女儿小爱一起到场 为国际市场钢琴家许哲成鼓励打气 同时跟旅客一起近距离聆听国际级的音乐演奏 哲成是我看过最棒的钢琴家 虽然他看不见 可是从小他就用无比的努力来把他的钢琴的造诣 把他训练的比全世界全台湾任何一个钢琴家都来的一样的棒 所以我们非常的骄傲 可以邀请哲成来担任我们基隆市的爱新大使 到各地去散播我们基隆友爱城市的一个理念 给各个族群的孩子各个城市的各种不同的朋友 东岸又是小爱最喜欢来的地方 所以我们干脆来参加来听哲成的演奏完 就可以在东岸这边来逛一逛 所以顺便把小爱带来 就是真的非常感谢小爱爸爸 感谢市长就是让我这个当地的基隆人 从小在基隆长大 然后到现在终于有机会在基隆能够来用我的音乐 然后来当这个爱新大使 其实爱新大使是小爱爸爸给我取的这个 我希望我能够担当这一份有这个荣耀 这场音乐饗宴选在东岸商场一楼举行 许哲成弹奏着由琴友提供的公共钢琴 一系列应景的春节名曲 让不少民众经过时 被温暖的琴声吸引驻足足聆听 人潮围绕安口声不断 因为那天市府的阳科长就电话给我说 那个哲成老师要到这边谈 我觉得很欣慰 能够帮我们这边是加持 让市民或者是是把民众情有 能够觉得这一块真的是 情有在这边让大家来谈一谈 是很好的想法 谢果良市长称赞钢琴家许哲成 用个人的毅力 透过钢琴弹奏出美妙的音符 所以他邀请许哲成担任 基隆的城市音乐爱心大使 用温暖的音乐力量与励志的奋斗故事 来温暖人心鼓励大家 传播基隆友爱 太太本身也是一个视障者是全盲 那我听了之后就蛮感动的 去视障者呢 他的音感非常好 那尤其是哲成老师 因为他在整个音乐的造诣上 然后有在国际上有去做演演奏 那当然我们基隆人要珍惜这个难得的机缘 市长钢琴家许哲成弹唱你是我的眼 也邀请全场大合唱 现场气氛相当感人 有些民众还红了眼眶 二三 你是我的眼 带我拥越世纪的变化 你是我的眼 带我穿越勇气的燃焦 你是我的眼 带我远复浩瀚的书海 因为你是我的眼 带我看见 这世界就组一圈 大家好棒 基隆有爱 迎新春 小爱爸爸市长谢国良和官销处长郭继 与交通处长王俊宏也在现场发新基隆 红兔大展的红包 另外2月10号星期五的下午5点到6点 情音有爱暖油基隆的活动 在东岸商场一楼还有一个场次的演出 欢迎大家到场聆听 感受音乐的温暖力量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如果大家觉得听不过